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台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 OK 下面網友是神武幻想 那三集呢 我們的中伯就是我們的奧痕來解救我們 那我們現在要回春了 然後這次更新啊 因為大師有兩三個禮拜沒玩 這次更新多一個示範就是讓你知道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我比較希望有地圖啦 可是應該不會有 然後每一次 血跡 賞於微溫的新鮮血跡 那應該是直奧痕的 不能再逃避了 歸村去吧 好 看一下沒東西了 我們直接下山吧 我怎麼回事 你看有沒有 我 cigar擠 我來 靠北 我然後我給你 我想和你 靠北 我疲累了 我曾經過 我自己不會找到 我自己想和你 我自己去掛架 你也幫你去找到 我自己去找到 我自己去找去 我自己知道 你去找到 我自己去找個 这可是完成祖宫遗愿的机会 对 我只是想先确认 那些贼人的状况 再去向阿富禀告 绝无 绝无包庇之心 OK 我们这边 小心一点 白日的骚动内心 村中守备 应该更加森严 还是避开守夜之人 免得暂选废议 好 续避免被守夜人撞见 弄毙无意间被发现的任务失败 都留意顺忠是否生理或动物 由于他们可以提供知识的帮助 可使用场景中有指标的地点在躲藏 躲藏后可转到镜头观察 但所有人离开后再行动 OK 你怎么有一些任务要做 所以大家快一点 村子发生这么多事 守夜之人就在前方 得想办法绕过去 希望挪迹过后 村子会一切顺利 太极 太极 公民 这么多 肯定真伤透 熊 还是 low 好像有熊卡进来了 是 音乐 你 既然你心中已有了决定 为何脚步还如此迟楚 好,这边对话都一样 阿琪哥的桃妖躲躲 阿琪哥的桃妖躲躲 好,重新,我们快转 怎么是 真理,你怎么 好 脚步伤 先见阿琪哥的桃妖躲躲 哇,等等我呀 哼,谁叫你每次动作都这么慢 吼,走了,走了 站住 哎哟 又来 这边有两处 还有一个宝箱是不是 还有一个宝箱 得灵域 也是 OK,可以藏一个地方 应该快到换班的时间了 大黄 大黄 你怎么在这儿 请找地方躲起来 大黄 你怎么在这边 吓我一跳 快回去 请 请 是 是 你怎么在这儿 还没在这儿 准备 就 吗 狗狗狗 好 仿家警告 他没有 他没有过来 我们现在要接两个任务 两个任务要 一个是在主角的 别说了 是我自己疑神疑鬼 毕竟村子刚发生 污猎入侵的事 下稍后 再好好睡吧 一向不确定说 那个任务是要在 执行就是 这里 OK 不确定说是不是要在这个 紧急时间内完成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们先完成看看 小贝 来 多吃点 谢谢阿富 小贝 山芋好吃吗 嗯 阿娘煮的山芋最好吃了 小贝很喜欢 喜欢就多吃点 今天怎么吃这么少 阿富 我想哥哥了 阿娘 小贝留一个山芋 给哥哥好不好 小贝想等哥哥回家的时候给他 好 小贝好乖 只是你哥哥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下山 阿娘 哥哥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他答应送小贝一只小熊的 如果 我现在进去秉明一切 那 阿娘 哥哥一个人在山上 不会害怕吗 山上好黑 有没有山芋可以吃 你哥哥已经长大了 小贝 你哥哥他一个人在山上不要紧 而且这里是为了村子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好了 不要一直说话 认真吃饭 小贝 我屋里还有一些智商的杜横草 你先回去 帮宗伯敷上好吗 小贝 你能谅解陈生爷爷 真是太好了 大丈夫立世 当恩怨分明 宗伯待我如是如赋 又救我性命 我也能恩将仇报 若有一日 我真看见傲罕商人 自会不顾一切阻止 居然又偷跑进村 就不怕被人发现 大叔 是尽腾 居然又救了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叔 你是怕我吃亏吗 我知道你只是不喜欢征圣 你的功术一直是我所向往的 因为红剑将军的缘故 全村人又有谁不懂功 你若非弃功习剑 今日剑意必在我之上 阿富基要我弃功 我弃了便是 剑也挺好的不是吗 有神女托梦教习剑术 却也是其余 只可惜 这十年间 我也仅见过几次 总是来不及说话就行了 那 若也能让你人见见就好了 我不所谓 希望神女能忽悠于你 大叔 抱歉 我又让你担心了 漫漫长夜 有剑棒身 有志有相陪 倒也不孤单了 只可惜有剑无酒 大叔 看来你也爱上我娘的酒了 要酒还不容易 以后只要你上山找我 我必以美酒相迎 你想喝几坛就喝几坛 咱们不醉不归 你说如何 好 阿兴 你可曾想过前往帝都 傲恨多年未有消息 如此等待年复一年 不知何时放那复命 如今逃堂封烟四起 正是我被献立之时 你的才能若到帝都 必不会被埋没 家国有难 尽己之力百事应当 此事 我又何尝未曾想过 既如此 来您春天 一起去帝都吧 我想拜入神将大义门下 协助帝君平乱 安定九州 好 听说宰府谭靖 来君子国人 剑法出神入化 只是不知道 肯不肯收我这个徒弟 若真能得到一番成就 孙礼也许就会谅解我 阿父和阿娘 一定也会很开心 只是不知 陶石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 你们的误会 迟早会解开 我会帮你的 不管多少次 神女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走 快走 快走 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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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兰 你怎么来了 我睡着了 糟了 要是被南先生发现 我在这儿过了一夜 你在这儿的事 没人知道 魔记要开始了 村里有些状况 正在召开村大会 村大会 你捉回乌猎 立下大功 宗伯要我来 换你去私庭 当真 我也能参加 走吧 好 好像之前没解到 我再去解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每次有一段小剧情之后 每个地方的 相同的地方 又会先宝箱出现 所以大家就是 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王剑将军 因为现在已经早上 代表说我的直线 完全没有解到 好 好 我们先收到 OK 好 那我们继续到这么结束了 所有频道 欢迎到我频道 主要欢迎图片 按个订阅 欢迎到粉丝 按赞 也追踪最新消息 右下角的铃铛 记得把它打开 也追踪随时的 更新的影片 谢谢大家这期收看 谢谢 拜拜